馬克宏 這次選舉選得不好 兩個月以前選總統 看起來還不錯 結果這次 法國20年也沒有總統連任的 法國人顯然喜新厭舊 來一個幹掉一個 來一個幹掉一個 20年第一次連任 結果國會又丟了 所以現在必須要拉攏 保守黨 共和黨 否則到未來五年成為北亞總統 為什麼 法國是所謂半總統制 總統內閣制 就是如果總統拿不到國會的過半 你必須任命過半的政黨當總理 你總理 總統要管什麼 都是總理去管 這變成左右共治 在法國這個叫做 曾經發生過 現在 這是很奇怪 極右極左都拿高票 所以看起來搞政治就是要極端 在法國是這樣 理想法國應該不是這樣子 應該滿理性 不是 只有極端 要不然就極右 要不然就是極左 所以你看左翼 梅蘭雄也拿130一席 右翼也拿了80幾席 也拿得很高 所以他這個總統的黨就慘了 就不到一半 那就必須要組聯合內閣 所以我們看中間派這總統的黨 拿了245席 得票率38.6 然後左派 梅蘭雄極左派 131席拿到31.6 很接近極右派 國民聯盟就是雷鵬 也拿了89席 拿了17.3 共和黨這個比較保守 拿了61 所以他必須要跟他組成聯合政黨 要過289才過門檻 所以過289他還差44席 拉了他可以這樣 但是聯合政府有好處 就是說你執政黨不能通知 你要尊重不同黨的意見 那也有麻煩就是說不穩定 像以色列今天宣布 內閣解散重新改選 因為中間他本來跟阿拉伯聯盟的 政黨主持聯合內閣 人要退出 跟他意見不一樣 這個為了西岸的問題 意見不一樣 就退出 退出倒閣 重新選舉 宣布國會重選 這已經是以色列 大概幾年來的第五次選舉 國會大選 右翼政黨增加了10倍 雷鵬說馬克宏的冒險之旅結束了 馬克宏本來想做兩件事 第一個把社會福利減少 法國社會福利太好了 第二個退休年齡延長了 你們都不做事 年紀輕輕就要退休 誰來做事 年輕人越來越少 然後當時法國週末 電都關起來了 開電違法 馬克宏說週末可以開電 其實我認為馬克宏並沒有錯了 做不到 國會就反對 選民反對 我們看一下法國情況 美國總統拜登騎車慘衰 事後記者問他身體狀況還好嗎 拜登突然當著鏡頭彈跳了幾下 證明自己沒有事 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 讓現場媒體嚇了一跳 現在連川普也來酸他 美國總統當眾摔車引發關注 法國總統馬克宏則面臨提前搏角的危機 法國第二輪國會大選 馬克宏領導的同在聯盟 慘遭滑鐵盧失去多數優勢 馬克宏的同在聯盟只有38.57%的得票率 雷鵬的極右派國民聯盟席次創新高 極左派不屈法國建立的聯盟 躍升為國會第二大勢力 馬克宏一旦無法與他黨結盟 未來控將成為跛腳政府 好 這個 蘇慧怎麼看 其實不只是法國 西班牙 美國 現在全世界大概對執政者 現在的執政黨都是不滿意的 為什麼 過去兩年多疫情 大家已經很悶了 水深火熱 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兩年後疫情停緩了以後 覺得可以解禁了 可以這樣 可以開始happy了 結果又遇到經濟的問題 不管是通膨或是俄物戰爭導致的 這樣子所有的情緒 不滿的情緒 當然發洩在現在的執政者 像這次法國 為什麼國會的改選 極左跟極右 兩個得票率不錯 為什麼 因為大家就現狀不滿 他就覺得說 要下個猛藥 不如這樣 乾脆那樣 對於中間溫和 他覺得沒落陰 這個可能會出現在很多地方 都會出現 現在歐洲 瀰漫著一種狀況 就是之前一段期間 俄物戰爭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毋庸置疑 當然是挺正義 然後反侵略 可是隨著歐洲的經濟被拖下去以後 現在在歐洲 如果你去各國做民調 變成挺和平的人 已經開始要高過挺公義 就是趕快和平 趕快去和談 已經沒有說再去支持說 一定要討公道 一定要俄羅斯退兵 現在大家希望趕快戰爭平息下來 物價平穩 能源恢復供應 因為這一波裡面 雖然美國的通膨其實早在這個 所謂的中美貿易戰就開始了 包括說美國狂印鈔票 狂印了5兆的鈔票 但是歐盟的整個經濟被拖下水 主要很大原因就來自於說 響應美國的這個經濟制裁 譬如像能源不跟俄羅斯買 但誰知道這四個月以後 大家本來想經濟制裁俄羅斯 但好像全世界都被經濟制裁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種 對現任者 執政者不滿意 不會只有歐洲跟美國 現在台灣也是這種狀況 經濟加上疫情 好不好 西班牙地區選舉 剛剛講過 執政黨慘遭滑鐵盧 現在很多地方的選舉 甚至中央的選舉 整個執政黨都滿慘的 老師 我覺得現在不少國家 西班牙 法國 哥倫比亞 選舉的結果 哥倫比亞選出個左派的 出乎大家的意外 但是也不見得是右排贏 也不見得是左排贏 左右都有 都有贏家 所以這個代表全球民心動盪 大家都未來沒有信心 不過你們都還記得 我們主持人是宣布過 他2024要選中風了 他到現在沒有宣布說他不選 所以你現在還是要選 對不對 你目前的立場 但是你剛才講一句話 我覺得我非常的憂慮 你說搞勝事就是要嘛急走 要嘛急右 要不然沒有票 他們是這樣嗎 他們是這樣 你沒有講說他們 他說大家 我聽起來 我聽起來好像大家都是這樣 我告訴你 台灣是例外 台灣非獨不可的9% 非同不可的3% 加起來12% 中間好大一塊 真的是維持現狀的 不左不右的 所以你台灣比那些國家 台灣人民是睿智的 台灣人民是清醒的 你要選總統 你不能被他們所影響 賴委員 我提一下 剛才老師你講的觀點 某種程度我也同意 但有些程度我不是很同意 我認為這麼多國家的變天 都是對於現狀的不滿 對於現狀的不滿 請問你台灣的老百姓 大部分老百姓對現在的現狀 滿意嗎 但是問題是在於過去 都是統獨拉劃分 你剛剛提到中間選民 統獨拉 獨了9% 統了3% 你用統獨來發明以後選民的投票行為 但是我最近觀察到 我覺得台灣人民已經開始在注意說 用經濟的角度來投這個票 那結果就不一樣了 那結果就不一樣了 那就是一個是真的講到 是完全的自由派的 一個是完全的類似社會主義的 這個跟你的統獨是不一樣的東西 統獨是非常政治的 這個是非常民生的 台灣現在的物價長得不像話 前陣子我那年跑去買賣給他看 他說早餐吃了個麵 起10塊 漲10塊錢 內容剪一半 我算一下他漲40% 早餐 這是老百姓的一個心聲 老百姓看到的東西 我買東西看到的 這個同盤台灣現在已經突破 已經連續幾個月3點多% 我每次問主機長的時候 他都說目標就是2% 他老實講2% 2% 現在已經3%了 3%上去美國那8天多% 這個東西是老百姓會人在意 我猜一下 你剛才講說你不分同意我的看法 不分不同意 你現在拉拉拉拉到講一大堆 是不同意的部分還是同意的部分 你剛才講的我完全同意 我要劃分的時候 你們國民黨是很大的 未來很有希望的 沒有 我要劃分的是說 你用統的劃分 我講說以後不是用統的劃分 用結局劃分 我就說3898可以不管了 中間這塊才重要 你聽不進去 不過基本上這樣 平常的時候中間這塊很重要 到了選舉就被民進黨操作成 什麼反中什麼 就把它切割 我覺得一點 我今天還在想這個問題 譬如說能源 能源中油今年賠大概將近800億到現在 台電可能要賠到1000億以上 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說 民進黨或者蔡英文 虧控公款100億 大家群情激憤 搞不好就紅扇基督商街頭 但是蔡英文的能源政策 害台灣公家公營事業 國庫虧損2000億 大家不在意 無所謂 因為你們要把它連起來 怎麼連起來 當然有連 怎麼沒有連 問題是他只要一祭出 什麼反中 抗中 其他通通不見了 到底誰在搞統獨 誰在搞在切割 不就這麼簡單 我不用選擇 我把你們兩個 你的經濟 能源就好了 對不對 能源 6月1號開始已經實施 什麼夏季電價了 對不對 很貴 多四倍 從上午10點到下午4點 是平常一度8塊多 平常一度就2塊多 貴這麼多 然後現在因為天然氣是漲價 不准中油漲 不准台電漲 他們兩個已經快 賠到2000億了 還不到年底 那錢誰出 這是 你自己想 這等於是錯誤的政策 比貪污更可怕 就在這個地方 老百姓無感了 我們有沒有講 講了很多次 尾翰 對 所以康康在講這個 政治任務最重要的 就是老百姓要有感 他對你要有好感 而不是惡感 所以其實台灣的問題 剛剛講了一些 我補充一點 法國這一次 馬克宏他的政黨 並沒有選擇很好的這件事情 20號選舉 16號他跑去烏克蘭 這等於就是在選舉之前 很重要的一個行程 那因為先前 在上個月5月9號的時候 他是歐盟的輪值主席 國的主席 總是我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烏克蘭退部 那俄羅斯我來做一點 這個協調斡旋 所以他在5月9號上個月的時候 講說不要對俄羅斯 用這種態度也不太好 不要仇視俄羅斯 結果被法國人 被烏克蘭講說 那你是什麼態度 然後就有傳出說 有一個歐洲國家的這個領導人 告訴烏克蘭 你們可以把一些土地 拿來換取和平 哲人士說我才不幹 他講說是不是馬克宏 後來這個法國的中府 講說沒有 不是馬克宏 所以這此行去 就主要就是要修復 他跟哲人這些關係 對不對 好那觀眾朋友 這個我相信 你都看過兩張照片 這兩張照片造成我的解讀 對他的選舉完全沒加分 你今天去了以後 怎麼會有這樣的照片 你去看影片 我這邊公開講 時間也不多了 影片看起來很正常 可是你就被攝影記者 一張照片抵過千人萬語 你好像是在強暴人家 有沒有 你要抱住他 覺得對方很不高興 一張就一張還不夠殺傷力 還有另外一張 你看另外一張是什麼 另外一張是他跟馬克宏 在握手的時候 沙人士在握手的時候 完全很痛苦這樣子 有嗎 你回去看影片 我要告訴你媒體的力量 每一個政治人物都要引以為健 還要帶自己的攝影團隊 去讓大家看到 他跟沙人士忌的互動 這兩張照片害了馬克宏 一張是強行要抱住人家 對方在抵抗 另外一張是握手的時候 對方根本不看 他看地板 你去看影片 你就不會覺得有那麼糟 看照片非常糟